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當我走過來想煮東西,我們就看看 這個爐頭煮東西,我已經適合了衣服 為什麼呢?整個設計 這裡是很漂亮的色面,廚櫃色面,容易清潔 這裡是窗底的位置,已經是普通油漆 雨膠漆,走過來,第一會磨花牆身 第二,當我們煮東西,當然有很多油 有一個爐頭,油,或是切油,或是水,水氣 其實這邊很容易就變成蝦的油漆 如果當初設計的時候,雲石適免可以延伸到油漆牆 除了有座擴大廚房的空間感,雙上對清潔也較為有利 天花木殼隱藏效果,做了護形等細節位 下飯廳地下鋪上雲石,睡房改鋪木地板,檢查的方式不同 石材鋪地桌,通常我們都不敲 因為很多因素會導致它有機會聲音是空股 比如有時候重的石會用乾濕沙,乾濕沙敲下去一定是空的 或者有時候那種石材的密度不同,敲下去的聲音都會不同 這些不用特意敲它,看看石有沒有很多的不平 或者明顯的泵花就可以 22尺的露台,玻璃問題一眼看到 看看這個位置,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外面也摸不到的,它是一堆氣泡 雖然說有些就不是很大顆,但是它這麼密集地,都多過25顆 不可以當作合格,另外旁邊還有些花痕在這裡 那這塊玻璃呢,我給你磨到的花痕,你都處理不到氣泡 所以這塊玻璃也要換 主人房大約50呎,和客廳網相同警官 玻璃是主人房的麵,座次用了一款隱藏式的水箱 這個設計呢,它乾淨站起來,它都方便,為什麼這樣說呢? 它面前有人造石,然後它做了一個生口板 有一個檢查口和清潔口,很簡單,拿起它 拿起了,為什麼呢?看到這個時候有水箱 水箱裡面,這裡有一個水仔,萬一它壞,我要清潔,要維修 那就可以拆掉它,可以做到維修 不過這種設計有點瑕疵,使用旁邊麵盆的時候可能要小心 這個洗麵,很多時候因為這個水都大,而且這個麵盆不深 很多時候有些水空要切上來,它會滴下去,這裡就沒有那麼多水了 如果整個設計,當初這裡會有一個,我們叫做紙口 是凸上來的一個擋水位,這樣水就不容易流過來 那整個設計就完美很多了 奇缸裡面有一道不透光的磨砂玻璃門 通往16呎的工作平台 不遠的對面已經是旁邊單位的工作平台 旁邊維修堅道只有一座,供應187個單位,開放式至兩房 一房佔最多有115個,70個是開放式單位,兩房只有兩個